农历新年少不了采购各式的糕饼 那除了传统味道 创新口味也瘦弱 有业者今年以年菜为启发 推出药膳饼干 借助健康养生风 赢得消费者青睐 来看记者马桥的报道 农历新年将至市面上已开始售卖琳琅满目的糕饼 为迎合健康趋势 这个饼家推出结合当归、枸杞、玉竹和川胸等重要的 地黄鸡药材饼干 另一款饼干则取材发菜和豪肝 谐音豪市发财 为新年讨个豪彩头 要把这个搭配变成一个饼干 觉得是非常非常困难的 因为我们花了大概三个月的时间 然后比如我们用了当归 当归能补血补气 所以希望我们的顾客吃了会比较健康一点 价格方面有点高 但是我无所谓 因为我买的是过了地 刚刚过了圣诞节 然后就要过新年了 要准备买新年的礼品 都还没调整过来 那个星期 会逛逛一下再决定 这家经营三十多年的传统糕饼店 以凤梨酥文明 业者表示由于人手不足 再加上原料起价 今年产量减少两到三成 牛油的价格调得很高 跟凤梨县的供应量也不是很充足 因为雨天的关系 所以泰国方面那边的收成 也不是说很理想 提高了整10到20%的费用 基本上这个价格 我们还是由我们公司来负担 受访业者也表示 许多老一辈国人偏爱传统口味 对新口味的接受度较低 所以不会盲目跟风 感谢观看